对于一般人会喜爱懒卓的东西 你不喜爱不懒卓 一般人喜爱是什么 就无欲啊 就是对于一般人凡夫懒卓无欲 能够懒卓会懒卓的无欲 你不懒卓 你不懒卓 像圣者 你说七宝 经营珍珠玛瑙 一般人对这种七宝赚借 他非常的喜爱站当 不断的追求买了很多很多 比如说你看现在一般如果在家人 他比较有钱的 那么他会买很多包包 一个包包50万60万 我看也有一百多万的 一个包包 就一个包包 一个包包都装不到一百万的钱 他有一百万 真的真的有 那么他不是一个他会很多个 那么项链会很多条 钻戒会很多条 他也没有再带 那个鞋子一百多双 衣服一百多套 那么这种都是什么 这种都是喜爱 赞叹 懒卓 那么即使他穿不下了 他也舍不得给别人 那么一件衣服买来好几万块 一年穿不到一次 那么通常会这样 那么但是他那种心就在那里 他的价值就在那里 那么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对房子的要求高 住的舒服 有的人是穿得好看 穿的包括衣服 皮包 什么佩戴 有的没有的 那有的是要吃得好 这些住的他没关系 他只要吃得好就好 那美食家 这个几万块几万块的牛排 是要什么样的牛排 什么样的美食 到哪里 这个顶太风 这个小笼包 什么样的 完全就是一定要最好的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那有的人全部都注重 吃的也要好 住的也要好 穿的也要好 然后音乐 家里的设备什么 反正这是 那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随便 然后要希望世界到处旅行 这边看 这边看 这边要欢喜 这边住 每个人追求的不太一样 当然他的条件也不一样 但是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可爱可乐可懒着之色物质 都是这些 那你如果还在追求这些 我就知道你跟法不太相应 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心里面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 这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那你所追求的 你所追求的是什么 你所认为有价值的是什么 那么就表示你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 这个叫做价值观 很简单 比如说你出家 那么你出家 你跟在家一定不一样 追求的不一样 但是很多出家人 有些人会追求什么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拥有的 他可以拥有的是什么 佛像念珠 那个念珠要成香的一颗要几万块的 那个佛像要成香的 都在买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他追求这个东西就表示什么 他只是换摊不换药 那你一串 因为我就看过嘛 那个一串念珠这么大颗的 不知道几米的 一颗要几万块 成香的好的 如果大一点的 一颗好像要五万块 更好的要十万 那一串念珠就要一百多万 那你如果再追求这个东西 那么跟在家女人追求 那个珍珠还不是一样 只是珍珠换成念珠而已 对不对 挂出来 哇了不起啊 一样啊 道理是一样的啦 那你会觉得 哇我这个有价值 是从世间人的角度看 你是有身价 你的身价是因为那一串念珠 或是那个珍珠 如果把这珍珠拿掉 像念珠拿掉呢 你的身价在哪里 你没有啊 那所以 所以你也要用这样来看自己 我现在追求的是什么 你看 苍蝇 看见 看见那个垃圾 它一定 自然而然地飞过去 蜜蜂不会去 蜜蜂要看见花蜜才会去 那么所以 一样不同 不同 就是说 你必须从你的感官六根 你追求什么 那么你可以发现到 你是什么 从你追求什么 你可以发现到你现在是什么 那么佛法它就是告诉你 你不要去追求 世间的东西 那么像佛陀就跟 陈证一个比丘讲过 因为他曾经出家 很用功修行 后来 这个明文立养开始多了 那么享受开始好了 他开始很追求这个东西 后来 慢慢慢慢 越追求越好 追求越好 开始 五欲新生起来了 后来开始 就还属了 那佛陀就跟他说 你离开五欲丛林 又进了五欲丛林 五欲的丛林 一样 这五欲 色身相畏畜 就像一个丛林 你进去里面 哇 好像一朵一朵的花 哇 这个花好漂亮 这个花好香 哇 进到花园里面 那么你就迷失在里面 那么五欲就像一个 这个丛林一样 花园一样 所以一般告诉你要怎么样 百花丛林过 要怎么样 遍夜不沾身 其实就是讲这里 其实就是讲你在六根 六根门头要做工夫啦 所以就跟你讲六根清静方圍道